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现在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老师是介绍统俱学2 这个课程我们规划是三个学分 老师的联络电话在上面有 上面也有老师的email 还有办公室 在这个地方非常欢迎各位同学 假如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可以到老师的办公室找老师 或者是你直接email给老师 老师接到你的email的时候 会尽数跟同学回答 老师的领域就是维基分统计学 跟管理数学 这个科目的中值有以下六点 老师跟同学讲一下 第一个希望同学在学习统计学当中 能得到能引起你的兴趣 动机跟这个成就感 第二个希望在这个课程里面 所讲的一些原理定律概念 尤其是概念 concept和统计学的应用 希望同学能够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第三能够获得从事科学探究 及知识交流 所需要的技能跟态度 第四在这个课程当中 老师也希望各位同学能明白 各定理各定律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五在这个课程当中 也希望同学能够应用你所获得的知识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或者将来你在从事工作上面 遇到的问题 第六点能够让同学深刻体会 所以统计学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是迫切需要的 而且希望对于经济科技的影响 也有深大的影响 好那学习目标 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就希望同学能具备统计学的观念之后 能利用统计学的方法 分析资料 然后最重要的解决你日常面对的问题 并能够利用现在非常盛行的excel 或者是SPSS等补助的软体 来处理分析你的资料 然后再来做出你的决策 好这门课程学习的对象 但希望对统计学有基本认识的同学 因为老师的课程是统计学二 所以基本上应该你已经修过统计学一 好那在学前能力 那基本上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学前能力的 基本上但因为你已经练到科大二年级的课程 二年级了 对基本上你的数学应该具备有一定的程度 你也修过维基分了 所以基本在学前能力上面呢 应该各位同学没有什么问题 好学习的方法 本学习的这个课程呢 老师基本上呢 课程以线上课程 然后再搭配到校上课的方式进行 受课的老师呢 也有网路课程 帮助辅导同学 万一呢你没有到校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家里呢 看网路 来一面来学习 那规划有18周的课程 刚要跟进度 那原则上我们会依照进度规划 网路课程提升跟验证呢 你的学习效果 好教学大纲 在前两周 因为刚刚开始上课 前两周老师的讲课的速度呢 跟内容呢 我会稍微慢一点 所以上第一个规划的主题呢 就01第一个单元到第四个单元 这是统计学下学期里面呢 最简单的常用机率分配 常用机率分配呢 比如说呢 经营分配呢 尤其是二相式分配 跟各位同学呢 息息相关 二相式分配 同学基本上都会遇到 最简单的 比如说 统计学里面 及格不及格 只要有两种结论的 我们都可以利用二相式分配来探讨 非常有趣啊 然后呢 规划的学习活动 基本上呢 我们的学习活动 除了网路上的互动之外 还有包括作业的缴交 老师为每节讲完之后 有一些习题 请同学呢 可以回去 然后在班上 我们一定用分组 班上大概一组呢 老师规划大概四到五个人 然后呢 你可以研究这个题目 然后研究完之后呢 在课堂上讨论 然后呢 我们在大家来讨论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借由这个集体的讨论呢 能增加呢 对课程的基本认识 好 再来呢 第三周 第四周呢 老师要讲一个呢 更有趣的 叫连续型激励分配 连续型激励分配 里面呢 最常用的呢 我们就是什么 常态分配 各位同学 常态分配 几乎在我们生活上面呢 是用的可以最多的 为什么 基本上你的Delta值 只要大概呢 60个左右 你就可以使用常态分配 而且 而且也有常态分配表 你可以 不用计算 你只要把资料收集之后 你套进去之后 你就会得到你的结果 譬如将来你开一家店啊 顾客满意度啦等等啊 类似这些啊 你可以基本上 也可以用这些啊 来做 那 学习活动呢 这个我们当然 我们在第三第四周啊 我们就会给同学一些小考 小考的目的呢 就来验证一下 同学的学习的绩效 假如效果很好 我们呢 可以继续再往往下 假如效果不怎么好 我们在这边呢 再可以再多 对同学不了解的地方 再加以加强 好 然后呢 再来第五周到第八周 我们就要进入呢 抽样 以抽样分配 这在统计学里面呢 是讲的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的抽样的准确 抽样的比较公正 抽样的比较合理的话呢 你做出来的分析 就比较具备有参考价值 然后呢 因为呢 这已经是第八周了 第九周我们有期中考 所以在这个这个周里面呢 在这个规划上面呢 除了平时的小考之外 我们会来 老师呢 会跟各位同学 在第八周 我们会在其中考前呢 总复习 把我们的一到八周 老师所了解的 藉由小考 藉由课堂上的讨论 还有花问 发掘同学的问题之后 在第八周 老师在详细的 针对这些问题 加以呢 详细的跟同学说明 然后帮助同学 能做个一个了解之后 能够希望在其中考试呢 能够有考好的成绩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老师也会规划 藉由小考里面 小考里面 考试成绩比较不好的同学 老师会规划补救教学 请这些同学 利用老师的office hour时间 到老师的办公室来 一对一呢 老师呢 亲自呢跟你讲解说明 那你有问题也可以问老师 那这些同学同学 老师请你来找老师 同学不用紧张 老师的目的就一个 帮助你学习 你有困难 有什么问题 也希望借用这个时间 你可以跟老师呢 问老师 好 再来呢 我们已经经过其中考了 这个已经上半段 下半段呢更重要了 所以到第十周到十四周 老师要跟各位同学讲估计 估计呢 在统计协里面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期间估计啦 那这些估计的目的就是说 你在利用收集到的资料 去预测你的正确值之间 大概呢 有什么 有多少百分比啊 95%的区间估计 意思就是说 在100个区间里面 有95个区间 会涵盖住你的正确值 这已经很高了 或98 这是在统计学里面呢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估计 你就可以了解 我大概 我大概 我有多少误差 然后呢 我对于正确值 我可以touch到多少 然后在这边的学习活动呢 那一般来讲 同学到这边已经OK 那我们还是一样 重点还是 第一个 作业一定要同学呢 一定要详细去做 所以我们要要求同学 在这个时段 缴交你的作业 老师在批改你的作业之后呢 发现同学有问题的 老师会把这个作业再还给同学 那同学再加以修正 然后我们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老师也会请一些答对的同学 上台说明 然后让这些同学呢 充分的能够了解 对于这个理论 还有这个题目呢 能够真正的能够了解 第三个也很重要 我们在课堂上呢 在大概在第13周左右 老师会规划一个小考 考试的最重要目标同学 考试很多同学 对考试非常的不喜欢 但是老师的考试同学 请放心 考试的第一 只有一个 考试所占的比例成绩不很高 但是重点就是要 要发觉同学的问题 到底你的问题在哪个地方 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focus是摆在哪里 期末考 期末考占比例比较重 所以这个小考的目的 在这个地方 请同学呢 特别注意 好到最后呢 我们呢 15周到18周啊 我们要讲检设 假设检定 这在统计学里面呢 同学 将来你在专题的时候呢 你有用到统计的时候呢 这个一定要弄到的 这等于你的一个结果的论断 所以在假设检定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虚无假设 然后一个对立假设 然后你就是先 针对你的问题 设定一个虚无假设 然后去验证 验证你这个问题 你的假设到底正确不正确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呢 在所有统计学里面 验证你的一个结论了 所以这个这一节呢 对各位来讲 将来呢 用到的机会很大 也蛮重要的 然后学习活动上面呢 已经到学期末了 所以除了作业绞交之外 课堂上呢 老师也会发挥一些问题 问一些同学 然后呢 最重要的 在也是根据我们的小考 还是同学作业绞交里面 产生的问题 老师在这个17周呢 会利用这个时间 把这些问题拿出来 讨论之后呢 当做一个期末考的总护习 让同学呢 把这些问题呢 逐一呢 能够让同学去了解 那第三呢 规划呢 补救教学 也就是说呢 这样 这个呢 小考的成绩 其中考成绩 不好的同学 可以利用呢 这个补救教学 然后请这些同学 到老师的办公室来 一个对一个呢 希望你有什么问题 问老师 那老师也会提出一些问题 来考考你 也不是考你啦 问问同学 然后确定同学 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那当然你这样 你期末考 就可以考得很好 就一定会及格 所以老师这个 也是补救教学的目的 在这个地方 所以同学不用紧张 老师请你到办公室啊 只是跟你呢 喝茶聊聊天而已 同学不要太在意 好同学 最重要的老师 成绩考评呢 就在上面同学看到了 线上的到课程 到课记录呢 占百分比呢 就是五 这就是平常成绩的哈 然后呢 平时测验 那就是呢 也是占平常成绩的 30%里面的百分之十 上课的笔记呢 就是笔记的完整性呢 也是占百分之十 另外呢 教室的道课记录啊 那就上课老师会点名的 也是占平常成绩百分之五 然后再来就是期中考占百分之三十 期末考百分之四十 那这样就整个呢 打出呢 你的学习总成绩啊 那当然在这个呢 不是说这个一定定 就是这个样子 老师最重要的 还会看同学的上课的态度 上课态度 假如表现良好 老师在学习成绩啊 也有可能来个别再加分 好 那未来的学习方向 老师非常希望 各位同学了解 统计学对各位同学将来的生活 齐切的习习相关的 希望同学在学完这个初等统计学之后呢 对于将来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呢 同学可以考虑呢 再去修这些课程 那相关的有应用统计学啦 Excel操作啦 或者是SPSS操作啦 延伸的课程呢 我们也有开了应用统计学实力探讨 那老师在这个地方呢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也希望同学呢 能够从这个统计学当中呢 学到呢 一些呢 你将来呢 能够能应用到的知识 谢谢各位同学 好感谢各位同学 好感谢各位同学